纸形有千百种,每个人的都不一样 国际上,将纸形的种类分为方形、方圆形、圆形、椭圆形、以及椭圆肩形 而一般最为大众化的,也最为安全健康的是方圆形 但是,最佳的形状还是要根据本身的条件来做 现在我来教大家如何翻新旧的甲片 大家可以看到,有时候甲片做的时间比较长的时候 就失去了光泽,有些颜色也会脱落 现在我们拿一支细的彩绘笔 我们先选择白色的颜料 涂上一层 和以前形状一样的白色小花 因为我们这是第二次涂了 所以颜料要涂得厚一点 才会看起来更新 色彩更加饱满 然后我们再选蓝色的颜料 然后我们再选蓝色的颜料 慢慢地向花瓣处涂抹 为了使整个色彩看起来更加绚丽 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层 银色的甲油 点缀在花蕊上面 这样使整个指甲看起来更有层次感 大家可以看到一点小小的改动 就可以使整个指甲的风格和以前有所不同 我们可以按照这种方法 依照顺序 把十只指甲都重新涂一遍 最后在整个指甲上 涂上一层透明的甲油来保护它 使它不容易脱落 色彩的鲜艳度 也会保持得更加长久 好 现在我们来给每个指甲都做一点 透明甲油的涂抹 好 现在整只手 的甲片我们都翻新完毕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好像新作的一样呢 而且这些工序是非常简单的 如果大家的甲片时间长了 色泽不鲜亮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重新翻新一遍 就会跟新的一样了 现在我们来教大家如何装带和卸除指甲 首先要选择 首先要选择适合指甲大小的人工甲片 如果甲片尺寸稍微有点不合适 我们可以用磨甲棒把不合适的地方磨小一点 在指甲上 在指甲上 并且轻轻的按压 并且轻轻的按压 让它完全的粘合 这个带甲片的过程就完成了 卸除也是一样 不能马虎 不能贪一时之快 随便的卸除 这样不仅会伤害指甲 而且会导致指甲干裂的地方受损 不要从指甲的前端部分直接掀起 而是从指甲根部 用橘木棒 将指甲贴片 慢慢的挑起 如果指甲表面还有残余胶水的话 只要用去光水就可以 清理干净了 用橘木棒的 科学的卸除方法 是非常简单 而且又不伤手的 这里所讲的去光水 就是洗甲水 现在我来给大家讲一下 涂甲油的基本技巧 蘸取适量的指甲油 可在瓶口 如果蘸得太多 可以在瓶口 滤一下多余的甲油 刷子和指甲最好是 乘45度角 从指甲的根部往指尖 以又快又匀的一次涂到底 然后等指甲油完全干透 一个漂亮的指甲就涂好了 我们来看看如何卸甲油 用纸巾吸取一些去光水 如果不想将握住纸巾的那只手上的指甲油破坏的话 就不要用手指前端拿起纸巾 而是将纸巾放在手指的根部 用纸巾包起来握住它 将指甲油擦掉 由于不断的磨指甲 很容易让指甲的表面受损 所以 只要用纸巾 按压在指甲上 等到去光水充分地渗透到甲油里 再轻松地擦掉就可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